一群人坐在草地上 欣賞著在中間表演的舞者 这可不是专业的舞蹈团体 而是由一群皆有所组成的舞团 69岁的小鸡先生 在东京街头生活了9个年头 在他对生命并无任何奢望时 跳舞成了他生命中的转列点 Newcomer at Sakurisa舞团的出现 让他及其他国家可归的街友 能够在日本的公园及寺庙外面 借由表演舞蹈重拾希望 能够成功的结果 舞团由身为舞者和编舞的Yuki Oki 在10年前成立 他认为街友是有表演艺术潜力的人 和歌舞者和歌舞者在那里 舞團現在到日本各地來演出 本演舞台从公园到寺庙都有 目前成员约8人 跳舞已经成为他们一种生活方式与寄托